所以看起来是不是想要试着用左投手来面对左打 那潘卫伦当然也投了将近两局 不过在日本武士队方面也有可能呢 在这时候会做一些带打方面的一些跟动 因为今天玩家好前两次的打击方面呢 是并没有安打的修现 林子威 这次她在相关的赛前的报道 应该有注意到一则算是有惊无险的新闻 林子威在要出发 惠国打拼的时候才突然发觉 啊 艺难 对 就是讲艺难 同时我讲说我还没有当兵 不能随便出口 要办相关手续 所以她是最晚到民主会合的选手 同一周走向来说要拔4千万 真的还差点 4千万 应该是根捷要生存 对对对对 那这时候呢是上场来做一个接替 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个半局的一个状况呢 来化解掉 林子威在去年 当然也是在季中选招会之后才加入了中华职棒 所以只出赛了14场比赛 两胜一败防御率是3.04 那他在12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中华队的国手之一 那他在12强的比赛当中呢出赛了一场 只投了一局 吞了一败 三打数是投出两次三阵一个保重 其实没有太多表现的一个机会 那今年呢也才20岁 从培养年轻学者的角度来看 像现在投球球上的林子 或是打者上的王博文 也就是应该是往后这几年 一些国际重要的赛事 我觉得都是教练团可以考量的一些人选 对 不过在怎么兼顾国际赛的成绩 然后换学 因为毕竟各个体育上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要去兼顾然后要很顺利的交报 真的不容易 竟然是26人两出局 那今天的攀位人是投了一 三分之二局 那被打了两三 打一次的出身球 掉了两分 打者方面呢还是左打的玩家号 玩家号在去年面对左投手的打击率 是比较低的两成三九 那面对右投手是两成五 这次就要考虑看到林子瑞的一种控肩状况 开始连续用两颗曲球 然后来面对打击率 用近的位置来讲 都要吸引打击率 难度是比较高一点 今天玩家的前两是一颗中外野的杯球 一次是一颗内野的滚地球 大胆地投了进去 球出现了行程一毫两坏 那玩家号在去年虽然 全是以打击率的角度来看并不高 但它上壘率喔 市敌打击率高了一成多 上壘率有0.361 打击率是不到两成五 所以它的选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一 它打到坏球的比例喔 全联盟打到坏球的比例大概在三成 它是只有17% 所以你要用坏球掉它喔 是不是很容易 现在在二雷上呢还有好者赢次 这个球结果捞到了中外野方向 要来拼本磊啦 这个球中外野的时候回船过来 经过转船一定没有机会 所以还来不及 结果左头并没有顺利的特阻打 还是让玩家号呢 在这个时刻有敲出了安打 这个球就 位置来讲的话 也偷得很甜 大概就是在腰带高度 很像两出局喔 一打到球二雷上的尾包 就开始往翻雷跑 这个球就算直接传回来 那应该也来不及抓到二雷往翻雷跑的跑者 这变化者差不多就在腰带的位置喔 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方 折返局让 日本武士队喔 目前是攻下了有2分 比数现在变成了3比1 打击轮到第二棒的 第四号的局勢两界 今天能再一度落后的状况啊 就有局势两界在第四局的时候 先做一个偷袭的短打 也达到了一个效果 那局势两界连续三年呢 是获得了金手套奖 一三一四一五 而且最近三年他的初赛 是几乎接近全情的 加起来只差了四场比赛 都是超过一百四十场比赛 以上的一个出赛纪录 今年呢是二十六队 也是正值一个很巅峰成熟的一个状态 所以还是要提防夜蕾上的跑者 只有这个球是昏放落空 那以林指揮来讲 毕竟那牵制的一个动力来讲 还算蛮多变 所以又会用一些正常的投球工作 可是也会 就直接退开轴枪 用一些側传的方式来宽管 尾巴上的跑者 一旦是一个打击面比较广的 差不多有球它都会打 所以会捧场 达到了游击方向 船向一垒 将达者给自杀 也结束了在五局上半的 日本武士队的进攻 三比 目前暂时领先了中式联队